好 哇 四弟好會撩 全世界都沒有人敢這麼做 我們台灣敢頒這個獎 頒戲劇最佳男主角獎給女演員 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妳今天締造了金鐘這一個 電視轉播的一個 最高潮的一個歷史性的一個 跟四弟一樣高潮的一個畫面 跟智慧 沒事 不知道該開心還是該難過 我覺得很棒 真的 斯卡羅 金鐘五七在斯卡羅 拿下最大獎戲劇節目獎後 典禮宣告正式結束 而大家最矚目的 世帝時候正式 多獎的是 陳雅蘭 多聘估於白王 恭喜 這是史上第一位 女演員入圍金鐘獎 最佳戲劇男主角獎 並得獎獲此殊榮 台灣人 手牽手 心連心 共同創造台灣奇蹟 我愛台灣 我愛粉絲 我愛你們 我愛各位債視 一些 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基 哎 今晚精忠最高潮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剧本的话 不可能 不可能可以冲到处于四岁的角色 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的支持台剧 谢谢大家 谢谢 怎么庆祝 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庆祝 但我已经在想我要怎么赔罪 得奖会不会涨价吗 不好说 不好说 私下聊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好 固装队到了没有 到了没有 这小子呢 所以就慢慢还 我估计到这么多 得奖的是陈怡娅斯卡罗 恭喜 陈怡娅是我女儿 她 她去天哪 死亡就是愿望 我 我只有三十 怎么会还要抽到半月份 如果今天只有一个人 她可能可以帮助五个人 而这五个人之后 可以帮助更多人 那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所有的客人 他们要去喝汤砖洗衣服 他就要让我们五六七 迷你剧集电视电影项目 也是战况激烈 已故演员吴鹏凤 打败王波杰 杨又宁等 以一座 江河回游 拿下最佳男主角奖 走啊 你下来啦 七天后 大家都会来到吴月女阿姨的凡城 聊得超级纳 不要哭 带你去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